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时序入秋,阵风空气品质不良,为降低车辆排放废气冲击,台北市财宝局今表示,自11月至12月止,将与新北市、基隆市及桃源市联合机查,针对高污染车辆的老旧柴油车及二行程机车,于各连外道路,桥梁加强蓝箭取缔,经首日开发机车13件,柴油车3件,合计3500件。 环保局空灶科长杨梅华表示,自97年起,自县市开始联合机查,由于当时指标污染物未臭氧,因此机查时间锁定天气较为炎热的4月至8月104年起,系悬浮为例,下午2,5,取而代之,成为新指标污染物,才改是秋冬空气品质不加时机查。 杨梅华表示,首要取缔对象锁定高污染车辆,包含老旧柴油车及二行程机车,牵着的排放废器是借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,后者在民众检举乌贼机车比例占九成。 杨梅华说,机查方式有蓝茶蓝件,目测探烟及车牌便是三种,今日机查地点锁定符合桥思原街,光复桥下西原路,明泉大桥浮远街,重庆交流道,截至今下午5点前,今年首日开罚机车13件,每件1500元,即19500元,柴油车3件, 两件3000元,一件5000元,即11000元,合计3500元。杨说,接下来地点,机查频率都会机动调整。 环保 据表示,为落实空污改善及加强管制柴油车排放黑烟污染,以分别办理补助淘汰老旧大型柴油车,一、二级车及补助大型柴油车加装滤烟气计划等活动,现在报废手中的一、二级柴油车或二行程机车可享有高额补助,柴油车最高可补助40万元,二行程机车可获得1500元补助。 此外,环保署二行程机车太久补助金额逐年递减至109年机不再补助,环保局呼吁请各车主务必把握报废补助最佳时机。